来去讲这个这一套软体 就是在以色谣里面去做大数据分析这件事 好 首先 首先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说 在我们的这个资料表里面 我们第一件事情要先学会如何绘制 如何绘制 绘制什么内容呢 绘制一个所谓的互动式报表 所以我们现在 先把 先把这一个就是出现的这个表格呢 先点它 本来本来你在白色地方点 你现在点到它 然后它会旁边这些边线都会出来 Delete 我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 就是它各个区域所代表的意识 首先上面是不是功能区 功能区 然后接下来这就是它的视觉画 也就是画图的区域 这个是筛选 筛选 什么叫筛选呢 这是假设我今天我有那个 我要针对哪一个年度来去做筛选 你可以在这里面做 好 然后接下来这是 Power View的栏位 这边就是它的细项控制 不过重点就是 这个是我们画图的地方 这是筛选区 这个是栏位的选择 跟控制 好 那首先